第1066集 说吧 方平笑道 说到现在榜单我还没看到 看看 看榜单 可能能判断出这家伙要针对的是谁 地榜排名靠前的家伙都有可能是他针对的目标 天人皆碧一破 现在还不知道黄者大盗怎么出现 怎么走出去 可到时候少不了地战 他说完 已经看了榜单的武川沉生道 你说对了 此人的确有不决 你恐怕想不到对方把谁排在了第一位 三界风云榜只有三份榜单 地榜 神榜 风云榜 地榜记录有地级实力的强者 神榜则是记录绝颠真王真神的榜单 风云榜则是绝颠之下 所有人共同榜单 方平敲着茶几笑道 地榜第一 我来猜猜啊 郑天王 摩地 还是老张啊 他觉得老张概率不小 有人搞不好要捧杀老张 错了 吴川否认他的想法 随手一挥 会客厅的一堵墙壁自动分裂露出了里面的大屏幕 方平笑呵呵道 哈 张总多 南疆这边还在这儿弄这玩意儿 搞得很高科技似的 张定南轻笑道 图个美观 谈正事 方平也不多说 很快看向大屏幕 看了一眼 方平脸色阴沉了下来 冷哼道 最好别是莫文剑弄的 地榜 第一 苍猫 是的 苍猫 地榜第一 不是方平想象的任何人 而是那只猫 苍猫 天生地养 战里无双 天地之宠儿 历万劫而不灭 已知持有神器 近神杖 窥天镜 通天罗 困天灵 诸天剑 斩神刀 知晓天界残职所在 疑似进入过天坟之中 天坟 天界坠落之战战场 疑似有皇者 及到天地遗海 苍猫收起神兵 藏骑尸身 逃离天界 持多剑神器 疑似知晓 珠黄战法 又及到天地 战法遗留 明确所知 苍猫知晓天狗之功法 吞天诀 知晓 摩地莫问剑功法 诸天诀 知晓 北海大地功法 扩仓宝典 知晓 关于苍猫的介绍 太多太多 藏猫口中的天狗战法 大吃八方神功 此刻有了新名字 莫问剑的功法 也第一次有了正式介绍 一只有多的数不清的神器的猫 一只会多位治强者战法的猫 一直知道天界残局 知道皇者残骸所在的猫 这样的猫 地级地义 有何不可 这样的猫 该不该杀 该不该抢 什么是神器 到了地级这地步 几乎没有兵器可以再对他们增幅 可神器可以 强大的神器 甚至对皇者都有用 神器各有各的特殊功效 如果是主战的神器 如诸天剑 甚至可以将地级强者战力增幅10%以上 这什么概念 如果地级强者原本只能爆发100万卡气血 拿到神器最少可以爆发110万卡气血 这就是神器 这还是最低的 熟练掌握神器 甚至会爆发的更强 关键不在于增幅多大 在于可以一直用下去 也许可以用到皇者镜 神器怎么来的 谁打造的 现在已经无人知晓 好像自古以来就有 可如今 有神器的强者 有几人 三界之中有神器的强者 被人所知的 恐怕不会超过五人 而苍猫 一只猫已经拥有的神器 都超过了六件 苍猫 方平看着榜单 那满满一大叶的介绍 眼神阴冷道 倒是了解得清楚 猪天剑在苍猫手中 居然都知道 是目问剑吗 未必是 苍猫之前收走了猪天剑 也许没人看到 可不代表猜不到 摩地有猪天剑 从哪来的 苍猫不出事就算了 出事了 那猪天剑 就有可能被苍猫收走 苍猫排名第一 三界第一强者 强在神器 强在外武 强在底蕴 方平青笑道 有意思啊 这是要把苍猫 推到风口浪尖呢 一只自身不算太强的猫 有大量的神器 知晓大量的密地 我要是有地级实力 我会盯上苍猫吗 吴川瞥了他一眼 胆胆道 必然的 哪怕不杀了苍猫 抢了他的神器 这事你干得出来 当然 别人是抢 你更大的概率是骗 是忽悠 咳咳咳 场中不少人咳嗽一阵 这话没毛病 关键你现在说 不怕被人穿小鞋 老老老无失智了吧 方平这眼看着就要追上你了 现在其实差距也不大了 相差无几 这时候你还敢说大实话 方平懒得理他 这事记下就行 没接这话茬 方平笑道 我都这么想 其实我这人还算是好的 除非敌对 要不然别人东西再好 我很少会动心 我都如此 其他人呢 那些地级强者 现在都要疯了 都要面临生命大限 现在一个个出山 为了什么 都为了提升实力 加强未来的机会 有神器 有一些强大地级的战法 甚至有皇者的尸骸藏身地 能不动心吗 你还笑得出来 吴川头大道 这事麻烦了 原本张部长这次杀了台安 人类这边算是消停了下来 可现在苍猫的事被揭露 麻烦大了 我毫不怀疑 接下来会有人将主意 打到苍猫头上 这话一出 众人都是点头 真的麻烦大了 方平也是轻叹一声 唉 才不动人心啊 这事没办法 不过放心吧 我会和部长商量一下 如何处理他 他其实已经想到了点什么 也许这次大猫要吃点骨头了 之前老张说 拿天界残职引诱人 有人信吗 有人会信 可有些人 信了也未必敢去 可现在呢 一只猫真正的知道天界残职所在 现在走投无路了 去找天界残职 是一个安全路线 自己还带着很多神器 方平想了想 微不可见的摇头 苍猫 这次得当靶子了 话说回来 这别不是老张弄的吧 方平有这么一刻 有点怀疑了 虽然可能性不大 可老张的尿性 这关头计划到了最后阶段 为了确保能让计划顺利实施 未必不可能 至于势力 方平可没忘了 老张在地窟有交好的真王 当年也去过禁忌海的 老张啊老张 这事不是你干的吧 是你的话 有点不好交代啊 方平心中叹息 与此同时 方家 藏猫也在看电脑 大眼睛瞪着电脑 看了好一阵 咕弄道 呀 才知道六件神器 傻乎乎的嘛 方圆瞪大了眼睛 看着他 啥意思啊 一边看着他 方圆一边看向一脚 将家中地板踩的 塌陷的脚 圆脸僵硬 这只狗真的太讨厌了 藏猫大尾巴打了过去 不乐意道 小狗 变小点 变轻点 踩坏了地板 要花钱修的 脚狠无辜 也很好奇 这就是复生之地 别墅外 几位魔武强者 一个个头大如牛 这要不要通知方平 回来处理一下 方家都快成动物园了 藏猫这家伙不知道想什么 一回来 地鼠被他拍进了方家地下 凤铃被他丢到了别墅楼顶 小小的别墅区 现在九品妖族三位 绝颠妖族一位 现在方圆还在里面 若不是方平说 苍猫再没事 他们都怕承担不起这责任了 苍猫可没兴趣管那些外面的人 抽了脚一下 喜滋滋道 这个人好笨啊 本猫有钓鱼竿 穿鱼的串串 鲨鱼的刀 带的铃铛 看戏的镜子 喊人的锣 他怎么不知道本猫还有口锅呢 方圆继续呆滞 小黑屋又不是本猫一直用的锅啊 我还有一口大锅的 苍猫眯眼 很得意 不知道吧 本猫的锅已经很少用了 没办法 很久没抓到很大很大的鱼了 不用大锅也可以炖的 方圆没管这个 一脸稀奇道 大猫 你地盲第一 是三界第一强者 不知道啊 苍猫茫然 我三界第一了吗 随便吧 管他呢 你会很多战法吗 可以教我吗 苍猫看着方圆 脑袋搁在茶几上 想了想到 不行啊 他们的绝学不能教给你的 教了你 你也学不会 不过也是啊 你是猫工刷毛猫将呢 每次刷毛力气都好小 苍猫想了想 开口道 这样吧 吃了牛肉 你变强了 然后本猫 把猫刷子给你 你就可以变强一点了 猫刷子 刷毛用的呀 方圆无奈 又有些雀跃 苍猫好像有很多神器 刷毛的猫刷子 是神器吗 没再纠结这个 方圆又继续看起了榜单 问道 大猫 春天王很强吗 排名第二 比我哥强很多吗 苍猫看傻子似的看着他 解释道 小胖脸 你很笨呀 骗子才精神精 上面还有假神 还有真神 然后才到封号真神 就是第几 可是我们之前学的 都是只有九品 张部长他们也是九品 可现在都说 我哥可以占九品了 然后 张部长 现在在地榜上 苍猫很郁闷 又道 那本猫怎么知道 反正假人王很强大的 可以一根指头 戳死骗子的 那你排名第一 三界最强 可以让我变强很多吗 我也想成为 第几强者 你 苍猫看了他一会儿 更加郁闻道 不行啊 那得吃很多很多大鱼的 现在钓不到了 苍猫说了一会儿 忽然眯眼笑道 打架多不好玩 学做菜吧 现在本猫找不到人 给我烤鱼炖鱼了 你学这个 可有用了 方圆一声不吭 想得美 才不做呢 学了做菜 做的好吃 本猫还有人皇家的一颗大白菜 藏着没吃呢 到时候就可以坐着吃了 苍猫有些遗憾 藏了好多年呢 都没舍得吃来着 可惜啊 没人会做 以前的厨子死了 要不然可以大吃一顿的 太可惜了 方圆眼睛滴溜溜转 人皇家的大白菜 得问问老哥了 是不是宝贝 要是的话 可以学学呀 先骗来再说 草猫看了一会儿榜单 不再看了 嘀咕道 好像还有人没死呢 怎么没上榜啊 小胖脸 这个可以打差评吗 一听这话 方圆有些炸毛道 不许再用我的账号 给人打差评 大猫 你再打差评 我不跟你玩电脑了 这只猫太坏了 用他的账号网购了 不少乱七八糟的东西不说 还给人家打差评 说速度太慢 快递不专业 送货上门的时候 居然不让猫收货 反正理由一大堆 就没一个好评 方圆之前都收到了 不少电话了 对面的卖家差点没气死 不让猫收获也是罪过 谁家的猫收获也行的 藏猫一脸无奈 生无可恋 是很慢呢 那么点远送了好几天 都等死猫了 还有 我买的东西 干嘛不给我收获 气死猫了 给差评不是应该的吗 小胖脸生气 他也懒得管了 又到 小胖脸 牛肉你会消吗 还有啊 吃牛肉 要喝好喝的饮料才行 你让骗子给我送几百斤饮料回来啊 家里不是有吗 这个不行啊 苍猫遗憾道 要好喝的才行 最好还有点水果 猫果就很好吃 可惜猫树跑了 本猫现在要存着牛肉了 想吃顿大餐 好久都没吃了 随便吧 我哥回来了 我让他给你买点好喝的 哎 要不我给你买吧 你没有啊 苍猫摇头 本猫想喝地级大树产出的穷江玉叶 小胖脸哪有 可惜了 没黄级大树 要不然黄级的应该更好喝 家里一人一毛聊得起劲 江城总督府 方平继续看了下去 地榜第二镇天王 地榜第三摩帝 地榜第四钱王 地榜第五天命王 地榜第六天植王 地榜第七五王 括号数商钱 地榜第八龙变天帝 地榜第九 土海乌崖山山主 地榜第十 李主 一份让人震撼的榜单 排名前十的人物 出乎了所有人预料 第一是苍猫就算了 第二第三不说 第四居然是前王 第十更是让所有强者呆滞 李主 三届十强李主居然上榜了 除了苍猫 其他人并无太多的介绍 关于李主的介绍就一句话 原不想让其上榜 又恐有失公平 横梁再三 李王主 当入三界风云榜 大厅中 四季般的安静 李主 众人都在咀嚼 这份榜单的含义 这份榜单 和老张之前 给方平的那份 又有很大的区别 什么天妖王万妖王 这些人通通 没资格进入前十 地窟四大王庭 算上天命王 天执王 居然有四位入榜 这也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更可怕的是 天执王庭这边 李主和前王 居然都入榜了 前王 这恐怕是最神秘的一位强者了 哪怕震天王和摩帝 尤其是莫问剑 这次地分一行 方平也知道了不少东西 可前王 那是真的一无所知 对方居然再次名列前茅 比老张给出的那份榜单 还要靠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